人都知道穿龙袍的都是皇上 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是一个穿龙袍的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穿龙袍的都是反叛之人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人是谁呢 他为什么可以穿龙袍下葬呢 这个女人叫顾伦荣宪 顾伦荣宪是清朝的公主 是康熙的第三个女儿 因为在她之前的两个公主夭折 所以康熙对顾伦荣宪公主格外偏爱 但是身为公主的命运 在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 自然也就没有了自由 在顾伦荣宪公主15岁的时候 康熙为了维护国家的和平 将自己最宠爱的顾伦荣宪公主 嫁给了自己的敌人格尔丹 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在赤峰发现了顾伦荣宪公主的陵墓 当考古专家挖开顾伦荣宪公主陵墓的时候 他们当场就震惊了 因为顾伦荣宪公主的尸体 还保存得非常完整 没有腐烂的感觉 在看到顾伦荣宪公主的穿着 她的头上戴着皇家标配的凤冠 最重要的是 顾伦荣宪公主的身上穿了一件 带着很多珍珠的龙袍 在查阅历史文献后发现 顾伦荣宪公主穿的这件龙袍 是康熙赐给她的 连龙袍都能赐给顾伦荣宪公主 可以想到康熙是多么的喜欢这个公主了 而且查遍所有古籍 目前也没有找到女子穿龙袍下葬的案例 就算女皇帝武则天 她也只是在上朝的时候穿过龙袍 死后是不是穿的龙袍也不知道 你知道这个人吗 更多视频请关注我们哦